张新宇自从出道以来就一直被一些网友黑,干什么都能瞧出错了,现在,就算是张新宇和和和姐姐婚了,那些造谣者还不打算放过她,一直黑她,婚前的张新宇对这些谣言和斐放着保持无动于衷,知之不理的态度。 但是婚后,张新宇开始连续好几天举报那些造谣者了,因此,这让网友很是欣慰,觉得张新宇终于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了,的确,现在的张新宇可以被大家成为君嫂了,为了维护君嫂的形象。 婚后的张新宇穿着上也开始谨慎起来,那些太暴露的衣服估计已经成为过去世了,为维护君嫂形象,张新宇或将退出娱乐圈,并打算生两个孩子。 婚前的张新宇拍过很多电视剧,有些电视剧的尺度也是很大的,包括一些吻戏什么的。 但是现在的张新宇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到,结了婚之后,到时候自己会选择淡出娱乐圈,减少拍戏,最好再生两个孩子,这是张新宇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想法。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采访之后,纷纷感叹道,当了君嫂之后觉悟变高了,未来为何君嫂形象? 张新宇选择会在未来淡出娱乐圈,然后一家人,再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,想想也真的是非常美好的。 感谢观看